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国拼荣耀时刻 马龙以全新身份呈现 得到了刘国良支持与球迷们的祝福 国拼资深球员马龙即将步入35岁 作为中国乒乓球队历史上双圈王大满贯得主之一 他以坚持不懈的姿态为中国乒乓球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马龙继续留在队内至35岁 并未选择退役 这充分的展现了他的责任心 作为第一个实现双圈大满贯的运动员 马龙确实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 如今大家都担心他离开心爱的乒乓球赛场 这无疑令人们难以接受 包括他自己 我们已经看到像刘诗栋和徐昕 这样比马龙年轻的选手 已经陆续淡出了东京奥运会 但他们依然从事着与乒乓球相关的工作 为世界乒乓球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大家都希望马龙能够在未来 迈入一个新的岗位 即使不再打球 也能继续为中国乒乓球贡献力量 这正是广大球迷所期待的 我们希望看到马龙能够成为 中国乒乓球管理层或教练组的一员 成为第二个刘国良 随着年龄的增长 马龙确实感受到一些力不从心的状况 新周期中他输掉了许多比赛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比赛 他的体能状况 身体机能和比赛稳定性都不如以前了 因此我们都希望他能够顺利的完成转型 幸运的是 国拼的年轻力量 如林诗栋和王楚清 纷纷展露头角 他们的涌现 让马龙能够放心的交接接班人 相信国拼男队在新周期将会平稳的度过 近期 马龙作为国拼的旗帜 再次迎来了荣耀时刻 他荣敦 志足技客的年度人物分面 成为体育界的代表性人物 能够登上这一分面 意味着他的影响力不仅局限于乒乓球领域 甚至不局限于体育界 而是遍及全国各个领域的顶尖级人物 这彰显了马龙的知名度 同时也得到了拼携和刘国良的支持与认可 马龙正式亮相新声问候 球迷们纷纷向他注意制服 他展现出更多原话的分采 赢得了众多球迷的喝彩 这再次证明了他作为一名备受尊敬的运动员的影响力 相信他未来可以顺利的进行转型 在新的岗位上 为中国乒乓球的发展 甚至为世界乒乓球的发展 贡献自己的力量 对此大家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里多多发表你的看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